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是非常令人憤怒的 憤怒的,其實有幾點 首先,第一就是 2012、2013 根據曾俊華說,他已經作出了最審慎的估計,最審慎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經濟增長百分之一,另外還有百分之三點多的通脹,加上百分之四點多 原理上,這個數目就會反映在政府收入入面 那麼2011、2012實際上的數目是怎樣呢?政府的支出是三千六百多億,現在估計的收入是四千三百多億 但是我估計是不止的,到結尾是四千五百億,是四千五百億收入 在明年的經濟增長1%,通脹三五幾%之後,現在政府估計明年的收入是三千九百億 是比今年少了六百億,這個很明顯是一條假數來的 即是其實是隱藏了明年如無意外,又是隱藏了一千幾百萬的盈餘在裡面 好了,第二,我們看看,去年那條數,結果的支出是三千六百多億 這三千六百多億已經包括了全民退三百六十億,其他各種寬岩措施 那今年的支出數是三千九百億,結果一定沒有三千九百億 這是政府的慣例,到時可能三千七百多億,即是差不多 好了,我們看看這條數和去年那條數的分別在哪裡 第一,那些主張長期規劃的人,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教育的數字增加,其實是增加七八百百萬 那教育的錢,你不是說要花錢也可以的 15年強制教育呢,其實那些錢就在了,差很少錢的 問題就是,政府要不要規管幼稚園的問題 是更多行政的問題,instead of錢的問題 好了,醫院方面,根本就有一個bottleneck在醫生和護士身上 如果醫護人員不增加的話,增加醫療費用都是沒有用的 好了,長期退保計劃,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議性項目 就是說,由彭定康那時候建議過,都被七十幾個經濟學家聯名推翻了 那時候香港社,那些細節一攤出來做很大的爭議 你可以爭論二十年,都不會存在的 那麼這些事情,政府就是在一個經常性開支上 政府是不會容許它的增長,是超過GDP的增長的 所以你們所講的所有的長期性規劃,都是不會存在的 好了,那些錢是在哪裏呢?第一,就是荒謬絕論的 就是,去年就是四百多億的基建 今年就增加六百多億,接下來兩年都要七百多億 那就是說,我們每年半就多建一個以前赤立國的新機場 那就是三、四年內已經花了二、三千億 然後亂地把錢放進這個基金,那個基金裡 其實就是收起來了,等於那些女人收錢 就是收起來了那些物件,其實是不會用的 譬如,前幾年,大家那時候說要改善醫療 那就放了五百億在醫療供款基金裡面 是沒有用的 這個電影的基金也是,兩、三億是用了一千多萬的 這些東西,同樣放進薩瑪利亞會那個也是如此的 其實是,到時他訂了很多 criteria出來 那百億,是令你很難得到的藥 終於撕三十年都撕不完 這些將錢調入基金裡面,是一種收錢的方法 好了,那真正的,就是令人... 好了,這些東西,已經是政府,其實已經多錢到,是亂用的地步 二萬五千億儲備,是一個罪行來的 為什麼分錢的最高原則是怎樣的呢? 一個政府,固然財政上是穩健 是不能夠有太多的儲備的 太多的儲備,即是什麼呢? 因為政府永遠有一個後備在那裡 就是可以貸款的嘛 全世界的政府都欠人錢的嘛 你不借錢的政府,就已經是一個非常穩健的政府 你就不要拿希臘那些欠... 希臘那條數就等於香港是零 即是一毛錢都沒有儲備 然後呢,就再欠這個... 應該欠四、五萬億的外債,即是這樣的情況 不會由香港現在有二億二萬五千億的儲備 跳去給希臘一個欠幾萬億的地方 即是這樣 我們是要... 因為那些錢,如果政府拿著這麼多儲備那一刻 為什麼呢? 因為它根本是一個罪行來的 因為那些錢,in one way or the other 都是來自人民的 那些錢呢...政府拿了那些錢之後呢 那些人民呢...表示那些人民就沒有了那些錢 沒有了那些錢呢... 而那些錢呢...在政府手上... 它是不知道怎樣去運用的 運用出來是絕對沒有效率的 你需要它做的那些事情 那大家有爭議做不到 現在要做的事情都說出來了 那另外就是... 那二萬五千億呢,就有一萬億不能動的 根據這個... 這個... 這個... Horitage Foundation 那些權威 這個都是說的 這個... Basis of Money 不能動的 其他那一萬五千億呢,都是可以動的 好了 那一萬五千億動完之後呢 其實香港都是零負債的 好了 這一萬五千億呢,就夠香港四五年 是零收入之下 當你集中了那麼多錢,政府手上 政府只可以拿來... 就是買美國國庫債券 用三厘多的錢呢,就是借給美國 如果在人民身上... 這些錢呢... 平均每年的收入... 就是... 因為人民呢... 他自己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 政府呢,是要把收多了的錢呢 就還回給那些人的 因為呢,在人民手上呢 他就會有百分之十幾的return 因為人民呢,多很多選擇的 你多了那些錢,你可以來結婚呢 兩個住在一起省錢呢 你可以來讀書呢 你可以用來做生意呢 這些呢,是政府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以經濟學來說 錢... 放在政府上,是一個無效率的行為 而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根本就是 是對人民誤注的行為 好了,那就說回今年 令人最憤怒的事情就是這樣 第一 無端端呢,就是... 取消了今年不收商業登記費 商業登記費呢,不是收很多錢 政府只是收回皮費回來的 就是幫你登記的商業 凡是這些,登記等等 政府是應該收回皮費回來 而不是完全不收錢 去鼓勵人家亂登記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有趣 是退... 寬免利得稅 這件事大家猜不到 這個就是用來哄一些公司 每間公司就可以寬減百分之七十五 或者... 一萬二千元 這樣就去了十幾億 所有上市公司... 大部分香港的利得稅 都是上市公司給的 每間公司多了一萬多元 但有很多不是的 有很多小的公司 他們都報少少盈利 那些就有利益了 這些包括了很多公司 譬如那些... 律師、醫生 正在開公司來經營的業務 他們又有一萬二元 就是這個... 最大的問題 就是兩條最大的數是甚麼呢 一條就叫做... 退身奉稅 退身奉稅就是萬二元 就是... 75% 這個是頂來的 那這個呢 有些人就說 今次的... 財政預算 是對中產傾斜 對不起 這個不是對中產傾斜 這個是對有錢的人傾斜 大部分的中產都是留在外面的 因為呢 如果你要... 拿足這萬二元的... 萬二元的... 寬面呢 你是需要有五十萬一年的 如果你有老婆、有女兒、有媽媽都... 而呢 這裏呢 全香港只有二十七萬人而已 只有二十七萬人是可以拿足的 那香港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 中位數呢 就是萬六元 如果你找萬六元 你是斗領都沒有的 就是這個寬減 因為你根本是稅網外面 在稅網裡面 一百五十萬人 一百二十幾萬人呢 尤其是... 頭的一百萬人呢 都是納兩三千元稅的 他的寬減就是一兩千元 好了 那就是第二 更加不能夠容忍的 就是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今年是可以免了呢 因為搞到九成人不用立差響 每一間屋呢 是... 寬免二千五百元 那就是... 一季 一年就是一萬 那... 我們不要找一些... 極端的例子來看一下 就是... 譬如說... 這些反對派錢的人的... 的... 處境是怎樣的呢 譬如余若薇這樣 那... 他一家人報稅 起碼就... 首先就拿了一萬二元寬免 他就齊了 那... 他就起碼有兩三間屋 那這裏呢 又是三幾萬 那... 然後呢 他很可能就有一間公司來經營 他老公的醫生業務 或者他的律師業務 那裏呢 每間公司又有萬二元 那有電費呢 他有幾間屋呢 又有幾千元 那這些人呢 加起來呢 在一個很正常的人 加起來都七八萬 那譬如說... 容祖宜 那八屋一鋪 他加起來呢 他整條數是十幾萬的 那我很多朋友呢 那些呢 就是收租的那些 是過百間屋的 那些呢 那些呢 那種票王呢 是有一千間屋 這樣呢 就有千萬的了 在今年的寬面裏面 而這些數呢 是去不到窮人的 就算你有一間屋裏面 你那間屋呢 都需要有大概一千萬的市值 你才拿足這一萬元的 你拿那些便宜的那些 那些幾十萬那些呢 其實那些寬面是很小的 其實是 那... 我是不是很明白 就是這個政府拿錢出來 退給人 為什麼 這些這麼有錢的人 可以有這麼多錢 而那些呢 住在... 就是... 龍屋啊 住在劏房啊 或者那些 去撿紙皮的那些阿婆呢 是沒有 是完全沒有 因為那些人呢 又沒有綜援 當然那些人又沒有綜援 又不是住公屋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 如果有住公屋的那些 就有兩三千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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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些人的收入呢 是相差很遠的 如果中緩那些呢 多個月就有三幾千 就是這樣 現在這些人是... 現在... 那些錢是數以萬計的 去給那些... 最有錢的人 這樣做的效果呢 就只有一個 就是那個... after tax的財富... 懸殊呢 是更加嚴重了 因為他這樣做法 我就不知道呢 就是這樣 是怎樣能夠解通 有些人說 他們沒有拿錢出來 那就不能... 不可以分 不是的 你看一下 分的是什麼錢 誰說要退新縫稅才可以的 新縫稅只是佔四百多億 佔我們總收入的十幾個巴仙 今年呢 到現在呢 賣地已經八百多億 還有賣地的印花稅有幾百億 那這條... 土地這條數呢 是最大的 現在還有些地拍賣的 是過百億的 結果呢 土地那條數呢 是千四五億的 那為什麼不是退地的錢呢 退... 烏陷村那些人暴動 就因為要爭... 因為那些地賣了 沒有錢分給居民 香港那些地賣了 政府多了很多錢 為什麼不可以分給全體香港居民呢 就只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一個... 是所有最貧窮的人 喂... 你中援那些就有少許好處 駐工的有少許好處 但是剛剛Above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在這一次 政府的錢根本是撿回來的 去年的預算呢 就是有幾十億赤字 結果呢 就800億盈餘 那你應該當這些錢沒有的 不是 你又儲起它 又繼續滾下去 就繼續去買美國債券 明年又有幾百億 然後再給你多些錢 就重大你的膽子 不停呢 就去搞一些無謂的基建 在接下來的三四年 就搞到三四千億基建 然後呢 就很多呢 政府用了幾百億一個 幾百億一個呢 就是建了那些地鐵 去送給地鐵 政府出錢來建了 然後送給地鐵去賺錢 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 這一套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預算 是連最起碼的社會公義都沒有 所以兩千億基建的 所以兩千億元 都接下來了 因為法律 但是在那邊 巴黎、巴黎、哈密 那就寶貴 到北深州 到北深州 之地 和奧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